大家好,我们今天用两个西红柿 六个土豆来做一道特色美食 不用炖也不用煮 Q糖有嚼劲,很多人都没有吃过哦 土豆给它去皮 准备半碗清水 用这样的研磨工具把土豆研磨成泥的 这个就是磨好的土豆泥 我们准备一块干净的纱布 然后把土豆泥舀在上面 用过滤水分 把水分稍微挤干 挤掉的水分不要倒掉,静置十分钟 把静置好的水给它倒掉 流出很多的淀粉 刚才挤好的土豆泥放在淀粉棚里 加一小勺的面粉 这个面粉不要加多了 然后把它抓均匀 如果面条比较干的话 加适量的清水进去 去一小团土豆泥 把它搓圆按扁 放在蒸笼梯上 搁水上锅蒸15分钟 然后放入料理杯里,把它打碎 锅内倒入少许植物油 放入番茄酱 不停的翻炒 然后放入两勺盐 现在的五香粉 点出生抽 点出番茄酱 然后翻炒均匀 然后翻炒均匀 然后翻炒在这样粘稠的状态就可以了 我们出锅了 然后我们切块吃 然后浇上西红柿酱来吃 翻炒均匀 就好了 我们今天的土豆美食就做好了 特别的Q弹 要有嚼劲 喜欢的你也试试吧